耶稣的身份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中 神的话向我们启示了耶稣不同的身份 那么是哪些身份呢?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 道就是上帝 道的英文词是话语 上帝的话语 那么就是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 我们打开圣经 读上帝的话语 就能见到上帝 与上帝面对面 一章十四节说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道成了肉身 指的是耶稣 马太福音1章18-23节 记载了耶稣 耶稣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 他母亲玛利亚因着圣灵而感应 所以耶稣是上帝 耶稣是上帝 耶稣是道 耶稣是上帝 耶稣是造物主 耶稣是生命 耶稣是人的光 耶稣是道成肉身 耶稣是恩典 耶稣是真理 耶稣是父独生子 父怀里的独生子 耶稣是主 耶稣是上帝的羔羊 耶稣是拉比 耶稣是基督 是弥赛亚 耶稣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 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 耶稣是约瑟的儿子 耶稣是拿撒勒人 耶稣是以色列的王 耶稣是人子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 在人子身上 耶稣是将人带到天国 把天国带到地上的那一位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中 所记载的 耶稣所做的事 耶稣用圣灵施洗 耶稣有权柄 赐给人权柄 耶稣知道万人 祂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祂呼召门徒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中 所记载的 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 圣灵仿佛鸽鸽子從天降下 住在耶稣的身上 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三位一体的上帝 圣父 圣子 圣灵都出现了 圣父亲自说话 圣父对施洗约翰说 你看见圣灵降下来 住在谁的身上 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 住在耶稣的身上 随着继续读约翰福音 神的话语将会展示耶稣的这些身份 并启示更多耶稣的所事和所做